嘉义县易烛箱有一名30岁的越南女子 她去年10月份因为不满同居的翁姓男友 长期吸毒甚至还有小三 所以一气之下剪断了男友的命根子丢入巴掌溪 不过这位被害人事后出庭 不但一直替加害的女友求情 还强调都是她自己的错 甚至表示断根经过治疗跟复健之后 功能已经恢复正常 所以请求法官对这名加害的女友从今量刑 都没有这样起来 都没有架 身材瘦弱的越南籍女子 指着留有血迹的床单 她因为不满同居的翁姓男友 无所事事长期吸毒 甚至拿她的钱去养小三 亲得一刀剪断了男友的命根子 直接丢进湍急的巴掌溪 他把他带那个女友回来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不对不起他 他对不起他 他想说不听 他要去剪掉 这起发生在去年十月的断根案件 翁姓男子事后出庭不断替女友求情 表示诠释自己的错 希望法官能轻判 并表示手术后功能一切正常 只是长度受损 进一步复健整形后就可以完全恢复 因经受到伤害或是受到截断的话 多多少少对于性的功能 就是性的神经方面 或是对于尿道排尿的方面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至于患者痊愈到最后 他会不会造成一个实质的影响 这个可能还是因案例而异了 因为未达到重伤害程度 加上被害人不断求情 最后法官以重伤害未遂罪 判女子一年两个月徒刑 缓刑三年 只是被断根的男子事后 还帮加害人求情 让外界实在是跌破眼睛 小鸣兄猴果人张喜嘉宜报导